好 一起来关注社区方面的消息 上周四在纽约东村疑似瓦斯泄露 引发爆炸 周日搜救人员在废墟之中 发现了两名遇难者的遗体 其中一人为23岁男子飞格阿罗 另一人的身份还有待确认 飞格阿罗的家人确认 在废墟之中发现的遗体 就是他本人 事发的时候他在Sushi Park餐厅之内 被倒塌的建筑掩埋 另外一具遗体的身份 还有待辨别 现在登记失踪的还有一人 就是26岁的男子卢孔 消防局长尼格罗表示 虽然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但第二名死者 就是卢孔的可能性很大 上周四纽约东村一家寿司店 发生爆炸 疑似瓦斯爆炸所致 事故两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一栋建筑倒塌 周一会本周三前 将就新的预算案进行投票 昨天晚上 议员们就一项规模 达到1420亿元的框架性协议 达成共识 其中包括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监管 及加强学校教育质量的措施 敲定新预算法案的最后期限是 本周三 今明两天议员们将进行投票 昨晚达成的框架协议 总价值为1420亿元 其中包括加强立法官员们的道德规范 要求官员披露更多外部收入的信息 隐瞒外部收入一直被视为 州议会的政洁所在 一案还包括进行教育改革 允许州政府接手管理表现不佳的学校 这可能遇到来自于民主党人的阻力 包括纽约市长白思豪的反对 如果一切顺利 今年将是纽约州连续第五年 按时通过预算案 今天上午 杰兰航空的电脑系统发生了故障 影响到包括肯尼迪机场在内的 全国多个机场的运营 杰兰航空的电脑故障 影响到全国多个机场 乘客无法在自助服务机上 办理登机牌和行李托运 必须排队由航空公司的柜台员工 手动办理 许多乘客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对自己的旅程被延误感到不满 杰兰航空上午晚些时候发表 声明表示故障已经被排除 但是今天全天的航班 有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延误 纽约的公共单车服务 城市单车项目公布新的计划 今年将在全市范围之内增加服务点 在刚过去的周末 城市单车City Bike进行系统检修 导致一些时段所有的单车都无法使用 为了弥补检修对年卡用户造成的损失 所有年卡的有效期限将自动顺延三天 同时城市单车项目还公布 今年将在全城范围之内增加服务点 比如在曼哈顿的上城 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区 目前城市单车的取车点 主要是集中在曼哈顿的中下城 大都会捷运署MTA将对地铁进行快轨维修 这将导致EFMR号列车的夜间运营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都会运输署MTA快轨维修项目影响 3月30日至4月10日间 每个工作日晚10点到隔天凌晨5点 地铁EFMR号线在曼哈顿和皇后区部分路段 将停止运营 列车改道或停运 届时广大市民馆间出行将受到影响 请留意大都会运输署的通知 据悉 为方便施工人员对轨道 信号灯 电缆 照明设备和站台边缘地带进行检查维修 大都会运输署所以决定将停止热四趟列车的夜间运行 受影响的车次和路段包括 1号线Rosevelt Avenue和Waltray Center之间的运营将暂停 F号线Rosevelt Avenue和21街Quinsbury之间的路段将停运 M号线介于71 Avenue和Axon Strait之间的路段将提早结束服务 而2号线介于71 Avenue和布鲁克林36街的路段也将较早停运 更多详细信息请关注大都会运输署地铁变更通知网站 MTA.info并做好出行的备选方案 地铁的维修势必会给市民的出行带来超多的普遍 那么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如果您有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 搭乘这四趟列车的需要 建议您事先在MTA官网或运用NYC Subway的软件 来查询最新的运营信息 我们节省必要的麻烦 华语电视记者周小时纽约采访报道 自市长白思豪去年宣布交通临死亡愿景方案以来 纽约市在2014年这一整年之内开出的超速法单 为纽约市带来了近1700万美元的收入 去年2月18号 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临死亡愿景方案 近日据悉 自该方案执行以来 纽约市在2014年这一整年内 开出了超过44万5000张超速罚单 而这些超速行为 都是由路边的超速执法摄像头捕捉到的 每张罚单的罚款金额为50美元 这也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将近1700万美元的收入 而纽约警方则表示 自从去年11月开始实施新的行车限速以来 也就是说有之前的30英里降低到25英里后 才致使超速罚单的大幅度增加 而这一变化则是市长白思豪的 零死亡愿景方案的一部分 该愿景的具体措施除了时速限制以外 还包括加强针对超速司机的执法 每个分区都将增派人手制交通安全部门 并配备科技先进的测速设备 扩大测速感应摄像头的使用等 以减少死亡交通事故 尤其是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对于该愿景 白思豪此前表示 新的政策重点措施将主要针对那些不在交通路口退让 不恰当转弯和开车时打电话的车辆司机 一旦抓住 警方会重罚 同时出租车和家常轿车也是关注重点 他们的交通驾驶需要更加注意 而行人和自行车爱好者们则对白思豪的这项政策表示拥护态度 据悉 交通死亡临愿景的出台是市长白思豪效仿瑞典的这一政策 瑞典于1997年国会通过的交通政策法案 临死亡愿景Vision Zero 即代表临是瑞典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目标数值 自法案执行以来 近20年 瑞典全国交通事故致死人数 以瑞减至1997年的一半以下 致死率则为每10万人中2.7人丧生于交通意外 居全球最低 市长白思豪希望2024年能正正实现交通临死亡的愿景 但对于有840万人口 以及交通复杂的纽约市来说 能否真正实现这一愿景 以及什么时候能实现 我们只有十五一代了 华语电视截止五小时纽约采访报道